哈利路亚 这是我的孙 他安然睡在神的完成的工作 这是上帝的旨意 要我们 当我准备的时候 有个牧师 他送给我 我在神学院里面 读书的时候 印度人 他送给我 他说 他写的是 安息在耶稣的话语中 因为今天我要分享 关于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就换一个字说 休息在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Amen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耶稣基督 是给我们一个能够 安息在神的怀拜中 不是回天家 这是安息在神的怀抱中 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安享我们的平安 刚才那个长老所说的那个影片 他说到我们吃那个安眠药什么 如果 因为我听到这样的时候 我想啊 有些人听了 他会有个犯罪感 你们要犯罪感 如果你有吃药 不要有一个犯罪感 Amen 可是 你的病会好起来 你要有这样的想 Amen 但有吃药 你吃不用紧 可是 你要相信 你可以安息在神的怀抱中 明白啊 你会好起来 这个 好的现象 我不要你们听我刚才他说的 可能他说的激烈一点 可能有一天他来 我会跟他讲 慢慢说 不要 慢慢说一点 不用紧了 不要 我们不要被定罪 明白吗 Amen 我们要在耶稣里面 我们有休息 有平安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供应给我们 祂是好的上帝 祂会给我们安息 休息在那边 Amen 所以我就鼓励你们这些话语 我知道你们来听神的话 你们来听讲演讲 我更希望啊 你们可以听到啊 神跟你讲 你们 讲可以讲很多的话 可是你听到神跟你讲的话 那个一句话 可以延持你 保持你 扶持你 给你盼望 给你希望 祂可以医治好你的生命 Amen 所以我讲到 就是那个人 加勒 突然摩西带领他们 给他们 要进加拿地的时候 神是给他们进加拿地 可是他们还不太相信 说我要send spy 我要 插派间谍去 他说你要插派 插派了 都插派十二个去 回来十个 他不会没有信心 对不对 两个 加勒和 耶稣 耶稣 Joshua Kalaman Joshua 他们有信心 Joshua 就是代表耶稣 摩西 是代表立法 他带领他们进来 可是 耶稣 带领他们 进入加拿地 当摩西死了 耶稣 take over 所以 在的时候 圣经写掉一个话语 他常常鼓励我 一个话语 我要鼓励你们 这个话语 他说到 关于迦勒 迦勒 迦勒 两个人 特别 mention 他在讲到迦勒 所以他说迦勒 Kalab had a different spirit have an excellent spirit 迦勒 他有另外一个心灵 所以我去查证 去明白 说 哇 原来 上帝都讲 不是说 耶稣 耶稣 是代表耶稣 不是说 耶稣 是不好 只是说 迦勒 他给我们明白 学习到迦勒 他有特别的心灵 迦勒 摩西跟他们 讲的时候 他听到 那时候他几岁 40岁 他们在空也走了 差不多40年 然后 差不多 摩西死了 差不多5年过后 这个45年 过后 迦勒 几岁了 40加45 几岁了 85岁 在85岁的时候 他还记着 他跟耶稣 也说 摩西所 答应我们的 允许 我们到允许之地的时候 他分配给 这个支派的时候 加了是在 犹大派 Hebron 他给他 这个地 叫Hebron 他说 他就说 你知道吗 他85岁 他还记着 45年前 上帝跟他说话 Amen 所以我鼓励你们 你们来听 讲言 牧师 还是讲道 因为你们的心 也听到 神跟你们说话 Amen 可能不是全部 我讲的 是跟你们讲的 可是一些 是跟你们讲的 抓住起来 不是我讲 是上帝 跟你们讲的 Amen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那么你就有 好像加热的心态 现在85年了 85年了 他说 在40年前 我听到 那个时候 我的体力 现在我的体力 也是这样 可以明白 当他听到 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不但听到 摩西讲 他听到 上帝讲 那个话语 他收起来 当他收起来的时候 他在85岁 他还可以 去打战 他赶走 那些非法子 其中是 三个 安阿金 这个很大 好像格力量 这样大的 他可以 赶走他们 85岁 骑马赶走 你赶骑马 85岁 他还可以 打战 赶走敌人 为什么他有这样 因为他听到 上帝跟他说话 我希望 当我 分享的时候 其中一次是你的 坐住起来 Amen 你好像加热 这样 他好像 45年过后 他好像没有 没有衰老 他的记忆力还好 他还有体力 去做神的工作 Amen 所以圣经 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说 我的话语 就是灵 和生命 看到吗 我的话语 就是灵 和生命 他 我的话语 就是脚田的灯 你不会跌倒 路途的光 你又看到 你有希望 Amen Hallelujah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四篇第一九一三零 你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然后使疑人通达 看到吗 我们本来是笨笨的 不大知道的 迷糊的乱的 他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开了 眼镜开了 树林经开了 明白了 乱了 不要乱了 吵架 不要吵架了 明白了 耶稣要来 Amen 所以这个 尿尿的是 哎呀 说说些 我们仰望神 抬起我们的头 Amen Hallelujah Amen 不敢讲啊 吵架很多 Hallelujah Amen 所以在这里 我也更鼓励你 一个话语 收起来 真言四章二十二节 他说到神的话语 他说不要离开你的心 不要离开你的眼 不要离开你的口 他说得座的人 得座了这神的话语的人 又得座了生命 神的话语就是生命 又得座了 医治你全体的良药 一个药啊 神的话语也就是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有 灵 魂 体 对不对 他医治你全部 你的emotion 你的魂 你的感情中 你会有伤害的时候 他医治你 你的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他医治你 我找这个要笑的 我不敢讲的话 他医治你 我太太知道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有问题 他医治你 Kurabha Shantarabha 你的灵 受伤 他会医治你 所以神说 得座的人 就得座了生命 奉顺的生命 不是浅派的生命 奉顺的生命 然后又得座了 医治你全体的良药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学习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抓住一个毁 昼夜思想 为什么呢 因为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这人变为有福 他会暗直借果子 他会暗直借果子 他的业子不顾干 凡杀多久的 都尽都顺利 业子代表什么 业子代表健康 Medicine 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 他的业子 他拿来做Medicine 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们学习了 他们书业 中国人很厉害 这个是Medicine 圣经有学 你的业子 它不顾干 就是说 你不会衰败 病在那边 如果今天你有病 你也会站起来 Amen 你会得到神的生命 医治你全体的良药 Amen 坐紧这个话语 今天我要跟你讲 坐紧这个话语 Hallelujah 你知道我要分享的话语 就是依赖到耶稣 总完成的工作 一路来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逃过 魔鬼的掌前 控场 他一直在指定我们的罪 没有一个人逃过 包括亚伯拉罕 以珊 雅各 摩西 以利亚 以利沙 大卫 苏罗门 这些人都不能够逃过 耶伯 都不能够逃过 魔鬼的手掌 因为他们犯罪 人犯了罪 那么人就有这个 良心错过 所以知道耶稣 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凡信他的人 就不被定罪了 就从那里去 那个犯罪 犯罪感 耶稣毁掉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圣经写这个话语 他说 谁能够控告 谁能够控告我们呢 因为神捡捡了我们 有神称我们为义 看到吗 没有人能够控告你 魔鬼也不能够控告你 如果你有耶稣的宝鞋在里面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学习 你受神的坏 不但没有人能够控告你 也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 因为他们的死 而复活了 就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祈求 Amen 这是我们的上帝 还有一个 就是说 谁能 使我们 以神的基督的爱 各解呢 对不对 各解对吗 各啊 所以没有人 如果没有人能够控告你 没有人能够定你 没有人可以使 你跟神的爱和解 包括你的罪 耶稣 打过你的罪 就是因为的罪 耶稣来救我们 Amen 所以偶尔 你会犯错 会吗 偶尔你会跌倒 那么你要想掉这些话语 站起来 再次再走 魔鬼要你站在那边 要你躺下那边 耶稣要你站起来 Hallelujah 所以就是为了这样 可是我在查 我在观察 很多基督徒 他这是来教会 可是他不能够站起来 是父 他不能够站起来 来拥要神的名字 在他生命中 为什么呢 不是说 不是说他们 没有什么 7厉害 耶稣所前前 都是这个 那个十二门徒中 都是那些 粗鲁粗鲁的 那彼得啊 我是比较做的 彼得 他们是这样 他们没什么 知识智慧的 没有什么 穿戴 他们都是 这样的 耶稣都可以用他们 Amen 耶稣可以用你吗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可是为什么人 他离开这个地步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离开这个地步呢 就是因为一个犯罪感 人没有 上帝没有定我们的罪 魔鬼也没有 全力定我们的罪 那么谁定你们的罪呢 我们自己 self condemnation this is very very powerful tools 这是这个很大的火器啊 魔鬼利用来控告人类 可是当耶稣 盯着十字架的时候啊 他毁掉那个控告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靠着什么 能够胜过魔鬼的控告呢 耶稣的保鞋 耶稣高原的保鞋 Amen Hallelujah 在我们的口中 要说出来 可是这个 如果你不会学习啊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走退路啊 走退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犯罪感 在他们的生命中啊 挟着他们 这个犯罪感 成为一个款道啊 给予记怕来 fear condemnation is a channel for fear to come in 那么记怕来的时候 记怕是个什么呢 灵来 来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是亚当 他在犯罪的时候 上帝叫他 不可以测得生命 分辨 善恶的国子 只有一个law而已 上帝跟他立了个月啊 只有一个law而已 不可以测 那个分辨 善恶的国子 来 当人有这个 自由贤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走错路的 来 这个亚当 向我走错路 他测了 他就害怕起来 我跟你说啊 一路来啊 他不害怕 之前他测了 那个分辨 善恶的国子 他怕了 来 善恶 分辨出来 明白 对也不对 对不对 这个立法啊 当他测了 上去的时候啊 他就害怕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第一次 来 他说 上帝问说 亚当你在哪里 他就回答 他说 我在言中 听见你的话 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看到吗 第一次圣经写 害怕 那时候这里来 你知道一个人 当害怕的时候啊 他就感觉到 他自己好像羞愧 他说 因为我赤身露体 谁告诉他 谁告诉他 那个死 死在他的生命中 控告他 你是赤罗罗 那赤罗罗是什么 今天代表什么 基督徒是羞愧的 你不过圣洁 你不过公义 你没有侍奉神 那样多 刚才 刚才那个奉献的吗 那应该给一百块的 你拿一块一块 对不对 你不够 你不够 这个控告性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要有这样 不要有这样 我跟你说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信主很久 1945 75年到现在 每当奉献的时候 当我不会学习到恩典的时候 我还感觉到犯罪感了 应该拿 应该拿的时候 拿少一点 就把它放下去 当他们拿挂的时候 犯罪 这个是一个定罪 我们的 这个 当你被定罪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羞愧 那么 牧师现在查一个 你来侍奉神 你不敢 刚才我 给奉献都不够 我祷告都不够 读圣经都不够 谁控告你 自己控告自己 我们允许魔鬼 来控告我们 你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 已经完成了 这个十字架的工作 他毁掉了魔鬼的 控告性 为什么我们又把 那个呼吸 交给他 今天我们要得胜 Amen 你说Amen 哈利路亚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战胜 我们要站得稳 我们要站好 我们的地方 Amen 我的信息 就是要鼓励你们 这些话语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怕的时候 因为他怕 这是因为犯罪感 犯罪感 允许成为一个款道 给于 给于什么 恐惧带来 恐惧带来的时候 他会使你偶然 进入一个情况 你好像羞辱 我要告诉你 耶稣受到羞辱 你得到尊用 Amen 你不必沉在那边 如果你听到人 在控告你 然后再给你羞辱 那是 哥利亚在讲道 哥利亚穿的东西 全部 他的名字 他是从那里来 他是菲利斯汀来的 我可以证给你看 都是控告的 给你赤罗罗 他的名字 赤罗罗 哥利亚的名字 赤罗罗 他在跟你讲道 不要听这个话语 你的耳朵要听上帝的话语 你要像加勒这样 听到神的话语 Amen Hallelujah 所以在这里 给你看这个图 可以看到 恐惧 他经过你的犯罪感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你要得胜 有余 你要战胜 你的战好的地方 耶稣已经战胜了 不要跟魔鬼交战 耶稣已经跟他打仗 赢了 你要的地方是 站在得胜的地方 Amen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不敢站起来 就是有这个犯罪感 今天我们要砍断这个犯罪感 Amen 今天我们要交换这个犯罪感 把这个犯罪感的管道成为儿子的心 领受到我们可以复教阿爸阿佛 这是我要带领你们 Amen 跟着我走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上帝就赶他们出去 然后你看刚才穿那个叶子 现在穿那个皮 是上帝给的 上帝第一个杀神 他要拿那个兽的皮 那个兽要死 代表耶稣有一天要为我们的死 拿到皮的时候 要血要流出来 Amen 看圣经的时候 你开始明白这个话语 他不但这样 上帝又把那基督伯和那个 暗示基督伯和四面转动 都发火焰的剑 在那边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不要 他不要亚当和夏娃 回去那边 找到那个生命树 那个基督伯 基督伯就是守上帝的公义 因为上帝的圣洁 有罪 你不能够跟上帝来往 你不能够进去神那边 所以基督伯就守着这个 不要给他吃这个生命树 基督伯在圣经里 看到了这个圣殿里面 就是在自圣所中 那个两个 基督伯 基督伯其实他不是天使 他是天使 他比天使更有一个高级 很长钱的 路西伯那魔鬼 是以前就是基督伯 他掌管 他管 管这个 关于神 他 他就是管这个神的公义 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 他会来 你犯罪了 你不可以靠近 可是当他犯罪了 上帝替他下来 今天他不能够在天上 控告你 他掉下来了 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宝鞋洗进 他所踏的地方 在天堂 耶稣的宝鞋洗进了 他不能够进来 所以你要高兴 魔鬼不能够在神的面前 控告你 这个是基督伯的 另外一个图画给你看 为什么上帝安置在 那个地方 第一次在圣经 写到 箭 那个箭出现 箭 那个箭出现 他有属灵的意义 他的 那个箭和基督伯 站在那边 他是要保守 这个亚当人类 进入去吃那个生命之数 他保守他 不要给他去吃那个生命之数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看了圣经 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 我都不到明白 我通常想 为什么上帝那么残忍 他一犯罪就 赶他出去 然后不但这样 不要给他吃生命数 吃生命数就问得好 不必死 就是因为亚当吃了这个 我们犯罪 我跟你说一个好手细 我们是罪人 不是你犯罪 我们是罪人 是因为亚当犯罪 可是不要弄人去犯罪 你们知道吗 我们成为公义 就是因为耶稣的顺服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明白 就是说 为什么神这样残忍 赶他们出去 一个慈爱的上帝 会把这样叫 把他们犯罪 赶出去 我要告诉你一个 这是神的 这是神的 奥秘和智慧 上层的智慧 他不要人类犯了罪 还没有得到他的罪 赤免之前 去吃那个生命数 因为他一旦吃了那个生命数 他就永远不死 也永远有犯罪感 明白吗 我做个比例 那这里我做了 就是好像 比如那个孩子 一个小小孩子 好像你的孙 孙女 你在家的时候 忽然间他打破鸡蛋 你听到 传家人听到 哈 Melody Melody 那你怕了 跑去 他跑了 当他跑的时候 他有一个犯罪感 大家都听到 他跑去旁边 旁间 然后他站在 他因为有个犯罪感 不敢命的人 站在墙壁 就看到墙壁 靠近了墙壁 因为 Cameron看到我 我见到看不到 所以 我表示了 不用讲 不用看我 他这样 每一天都在这样 不是每一天 一个小时过后 人中间他出来 他还不出来 后来 他就叫做 两个小时 还站在那边 Melody 做什么 他不要讲 他有个犯罪感 你知道 眼睛会哭吗 会吗 对不对 然后 他眼睛 做工做工 回来的 下午要吃晚餐 他不要吃我 还站在那边 哎呦 伤心吗 我们会伤心的 对不对 所以 你想看 一天不了 我们都受不住 我们做一个爱的父亲 还是公公 我们受不了 我们的亲爱的孩子 还是孙子 孙女 他这样有个犯罪感 何况上帝 当亚当吃了 他永远 永远有个犯罪感 所以是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美妙的智慧 告诉我们 他不要人类 因为他的爱 他不要人类 永远沉默在犯罪感 Amen Hallelujah 可是在那里 我要告诉你 上帝怎么样 料理这个犯罪感 第一次 发现在圣经中 所提到那个 的箭 The first time mentioned about the sword 这在圣经里面 创世纪 他不要他们 去进入里面 吃那个 生命的果 生命的果 圣经告诉我们 在旧约里面 最后一次 出现这个箭 最后一次 第一次在那边 最后一次 上帝所写的话语中 他有他的含义 There is no incident in God's words 神所写的话语 他带着属于的含义 他最后一次 出现在来 这个箭 不要给他们 进入 这个 伊甸年 吃那个 生命的树的 那个箭 最后 出现在 撒加列十三章 第七节 最后 出现在那边 他说什么 万经之间 也要说 刀箭 应当兴起来 攻击 我的 牧人 看到吗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养 使生命 为了你和我 能够回去 伊甸园 去吃那个生命树 砍断 他先砍断 那个犯罪感 那个罪 也在你们生命中 他要受到伤害 那个箭 要插在耶稣那边 看到吗 圣经已经一言 有一天 耶稣要来 撒加列亚的耶稣 他就要来 就业里面 有一天 耶稣要来 他来 就是要承担我们的罪 他要受伤 他要被刺 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留下那个宝学 人类相信他的人 可以得到永生 可以吃那个生命树 明白了没有 所以在这里 圣经告诉我们 真正的发现了 发现在圣经里面 一汉福音 十九三 三十四节 三十节 他把他的灵 交给神 他将 他将他的灵 交给神的时候 然后三十四节 那些犹太人 我们看这个箭 我有一个兵 拿着枪 插在他的肋旁 谁却有血和流 和水流出来 看到吗 那个图片吗 我鼓励你 这个图片 印在你们的心坎中 不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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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Advenger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是上帝 当你有这个 印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会骨干 你的叶子不会骨干 你会按时借锅子 凡你着手 敬斗顺利 上帝会祝福你们 Amen Hallelujah 你会借锅子的 你会站起来 你会侍奉神的 你不会怕的 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耶稣 他为我们的死 他的箭插在那边 你知道吗 这个 当耶稣被 被钉死在那边的时候 很多人说 包括我以前想到 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 上帝还债给魔鬼 我跟人说 这个是错误的事项 上帝 没有欠魔鬼 耶稣要死在那边 是上帝的公义 因为他是公义 罪要审判 圣经告诉我们 罗马书三章二三节 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亏切了神的荣耀 然后六章二十三节 罪的果子就是死 但是神的流 是耶稣基督 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要死 就是钉在那边 这是 耶上帝没有欠魔鬼 是神的公义 他一定要神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他不是说 没有 他是公义的神 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 他不要你被定 他定耶稣 他不要你受到自我 耶稣受到自我 耶稣受到变账 也得到医治 那个生老病死 是从人犯罪进来的 只有我们能够再reverse这个order 就是靠着耶稣的宝鞋 回进那边 Amen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话语中 当他被定在十节的时候 就是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爱 你知道吗 当他们要 当他们要 当他们 那个 他们定死这家的时候 有三个人在旁 两个人在耶稣的旁边 对不对 因为是 安息日要到 所以他们要 他们看他还没有死 他们要给他们快快死 怎么样死呢 他们剂掉他们的腿 所以耶稣的左边和右边 他剂掉那个嘴 剂掉了血流出来 都很快死 所以拿到耶稣那边 他们要去 看到 他已经断气了 所以他们要test 看他是不是死 他就用这个枪 刹了 流出来这个血 这是印证的 耶稣要流这个血 结尽了 所以马太福音26讲28节 他说这是我们 立业新业的重要条款 这个血要跟他们立这个业 为使得的罪流出来 为你和我 等下我们要测试生产 要明白这个意义 对你们有好的 Amen Hallelujah 所以在这里 我鼓励你们要想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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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手中 那么 脑海中 不是说我们要可怜耶稣 我们不必可怜耶稣 他是神的 Amen 他是神的 他是为你好 他是为你好 他为你好 你记住 他 他说 每逢你吃的时候 纪念 纪念我 不是可怜我 纪念我什么呢 纪念我就是为你好 有没有 为你好 你来敬拜上帝 是为你好的 如果你没有敬拜上帝 上帝没有亏本 他是神的 他不会亏本的 他还有几千万个的天使 他唱歌 不会 奥鸡的 昨天我唱 我奥鸡了 Bit都不对 唱到没有 那边可以帮助我 那个手很好 很好 这样可是唱不出来 我听不到那声音 Bit都好 什么都好了 上帝不必听我们的 他听天使更好 他唱歌 他不会喉咙痛了 牙齿不会撈红了 他的牙齿会拔了 这丰富的说出来 哈利利亚 基小太太 上帝是好的 Amen 说好 说Amen 你知道吗 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 他创造人类的时候 他只是说不了 In creation God speak 可是他要拯救人类的时候 Jesus has to bleed 你把说什么 耶稣要死 创造的时候 三位一体的神 斗默的高兴 让他有光 他做了一天两天三天 第四天五天 没有人类 为什么呢 创造全部好了 然后第六天 他创造人 给你去享受 Amen 但是人 亏欠了 神的犹豫 走自己的道路 今天我们回来 Amen 况且基督徒已经回来了 可是很多的基督徒 还是睡在那边 今天我们要站起来 Amen 我要鼓励你 不要被我们毁骗 不要成为一个管道 给遗迹怕来 Amen 耶稣信心苦苦 钉在十字架 是为了我们 我们的阿爸父 多么的高兴 我们去拿 他的孩子 信心苦苦为我们 而成他的 Amen Hallelujah 你们很近 怕吗 没有怕 怕吗 不要怕 亚当怕 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犯罪 进来 但是当耶稣 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基督 只一世 陷在他的 躺他的身体 你们得以成为圣洁 在神的眼中 你是圣洁 在神的眼中 你是公义 虽然我们的生命中 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没有圣洁 对 Saintification is a process 我们在活着的 在学习的 可是当你 成为耶稣基督的 孩子的时候 你立切成为 一个义人 你是个义人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明白 当亚当犯罪 人类犯罪的时候 什么成为 一个款道 给他进来 Deciment 什么来 什么款道 给予 那个 那个fear 那个恐惧 进来 那个款道是什么 刚才画了 那个犯罪感 对 犯罪感 那个犯罪感 为什么他 因为吃了 分别三恶的国子的时候 他能够有一个 良心错过 对吗 这个良心错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 你今天 今天 不是这样 今天早上 回了家的时候 你要记住 我跟你分享 这个话语 那个良心错过 这个话语 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会 扒你下来 会使你 感觉到你赤裸裸 羞耻 会使你 感觉到 你要离开神的 今天 你不要 给这个 魔鬼的轨迹 掉在那边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要看得清楚 我们不要跌倒 路途的光 我们看到 我们有盼望 所以当 亚当犯罪的时候 这个 犯罪感的 管道 成为一个管道 给予 记怕 进来 记怕是个灵 所以 我们不要再重复的 给予 这些 记怕的灵 在我们生命中 环绕 可以吗 我们要站起来 很近 还在这边吗 还是七架林巴 买东西的 当耶稣 在实际上 死的时候 我们自己看 我们的心 从误会的 误会 的良心 已被 撒尽了 看到吗 你的良心 你不会错过了 一定 过难了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不对 可是 那个良心里面 耶稣的血 已经死去 已经洗去了 Amen 你只要说 主啊 对不起 刚才我做错了 给我力量 不要去犯错 你再回下去 Amen 再回下去 所以魔鬼是要你掉落在那边 上帝是要站起来 你要听谁的话 Amen Hallelujah 一个人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喊了一个话语 耶稣大声喊着 耶稣很少喊的是吗 基凶之一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说 口课的来 这个改天再讲 这个是说 耶稣大声喊着说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你离开我 好让你和我可以说 阿爸父 我的父啊 我的父啊 感谢你 没有离开我 Amen Hallelujah 一个交换在那边 所以当耶稣 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回了天家 复活了回天家的时候 每一个人 所信到耶稣的人 他成为了上帝的儿子 来我们一起读 这个可以吗 来 一二三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全品 叫神的儿女 Amen 你是神的儿女吗 Hallelujah 说大声点 你是神的儿女吗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要看这个话题 因为你们所领受的 因为你们不是领受了 奴父的灵 又再害怕 看到吗 你所领受的不是 领父的灵 又再 我特别放到 黄色 红色 看到吗 黄色 特别给你看了 而你是领受了 儿子的灵 当我们父教什么 阿爸父 改变了 如果 你的生命中 你没有领受 这儿子的灵 那么 相反的 你领受 这奴父的灵 那么 你的生命就害怕 然后你不能够 再借果子 你离开神 你保证 自己是吃了啰啰 看到吗 那个会困绑你 他说到 奴父 奴父是受困绑 你是自由的 Amen Hallelujah 可是不要自由 就犯罪了 自由来 荣耀上的灵命之 Amen Hallelujah 我们要 要荣耀上的灵命之 那个时间 这样多 Amen 去荣耀他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以有一个话 也告诉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 就不被定罪了 这个话也收起来 如今 那些在耶稣基督里 就不被定罪了 Amen Hallelujah 所以很快的看 这个款道 定罪的款道 使以 既怕来 耶稣来的时候 他毁掉那款道 然后他告诉你们 如今 那些在耶稣基督里 就不被定罪了 那么 什么款道 来 我再问一下 什么款道 给于 上帝的 我们成为 上帝的儿子 为什么我问这个话 什么款道 我讲这样多了 我半个问号那边 我特别要问你们 问是好 问号你要提醒自己 用你的思想 刚才我说的 有些人都思想 你的眼睛在看着我 你的灵已经进去 家里办的狗皮条那边了 狗皮奥 跟你们他们讲 回来 大声点 我问这个话题 我是不要问 是给你们 要去 思想一下 儿子的灵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奴夫的心 就害怕 我们所领受的什么 儿子的灵 我们父教 阿爸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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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够控告我们 没有人 谁能够定我们 的罪 没有人 谁能够 告诉我们 以神的爱各界 没有人 所以不要 再哩哩啰啰嗦 上帝不爱 上帝爱你 站起来 在身的走 勇敢的走 Amen 你软弱的手 向上帝 举起你的手 我是通常这样的 我告诉你 当我经过一些地方 我不太明白的时候 Amen 当我要祷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 我举起我的双手 向他这样 自制得起 我记得的时候 我表现说 神 我降福给你 上帝来帮助我 你知道吗 上帝很喜爱帮助我们 如果你迁徙 Humbedness attracts grace 你迁徙 你吸引什么 你吸引什么 吸引神的恩典 所以不但你成为上帝的儿子 圣经也告诉我们 你领受这个产业 Amen 就是亚伯兰的后裔 叫做应许承受的产业 你们都是属于基督的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在以非所书里 父神 他在基督耶稣里 曾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看到吗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 可是很多基督徒 没有拿到 我们属灵的福气 勇敢的 有信心的 有爱心的 我们没有拿到 为什么呢 就是意为什么呢 我们引起 那个款道 那个计划 那个空 这个什么 定罪感的款道 给他进来 当他进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你不配 然后你藏起来 看到吗 赤裸裸 和藏起来 今天我们要改变 我们是这样 可以吗 我们要拿到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属灵的产业 可以吗 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 然后我接下去 我们就停 这个真正的故事 发生在南美洲 这个人他留下一个产业 他的家庭留一个产业 他有6 million 的美金 6 million的美金 美金 美金在哪里 谁爱美金的 美金 谁爱吗 6 million美金 算多少钱 马来西亚人 24 million 差不多这样 24 million产业 留给他 可是这个人 他是 气概来的 因为他离开了家 他犯 吸毒 然后去讨钱 做什么 他离开了家 他不知道啊 他有这个6 million的美金 你们喜欢吗 你们的 你们喜欢美金吗 想去找他 他还没有结婚 谁祈祷美金 这个祝福 跟你说 你祈祷祝福 快点你报名 美金 等一下找我 惨的 这个人啊 他们 他的家庭 领受到 其实是太太 他跑出来了 他知道 这个才没有孩子 要给他 所以他报警 警察去找他 知道他在那里 他在那里的地方 有很多的 吸毒的人 有很多 那些 气概在那边 当警察 到那边 哟哟到那边的时候 全部人听到警察来 他们就什么 跑 你知道吗 警察找不到他 几十年了 直到现在 找不到他 6个million 你不必做气概 Amen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还不知道 伤心 他说 我上帝给我们 天上属灵的福气 我们没有去收 我们领受 这个 既怕的 捆到 使我们 藏起来 好像那个人 我们要回来 一起拿 Amen Amen Hallelujah 你们要拿吗 要吗 跟你们旁边说 开你的耳朵 Brandon 今天叫你怎样 去拿那个6 million 大大声 你只能跟你的丈夫讲 开你的耳朵 他大声 Hallelujah 去Bank 我要拿 今天去Bank 明天Bank开 去Bank 我要拿 我要拿一袋 大冰口来 Check我的明目 剩到多少 10块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还没有听到 我怎样去拿 对不对 你要听吗 要拿 完了 没有什么 一个话语给你们 我祝福你们这个话语 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名字 这是耶稣本身说的 他在耶稣实际上 他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 圣经记录起来 当圣经记录起来 他一定要我们去学习的 他说什么呢 这是耶稣跟上帝祷告 他说 父啊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示给他们 看到吗 什么名 耶稣说的 耶稣跟上帝说 父啊 他说 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 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 今天你要学习这个名 然后圣经又写 他说 我不在这世上 他们就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取你在你的名 看到吗 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着他们 这个名很重要 耶稣本是这个名 然后这个名能够保守他们 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那边 我们再看这个话 接着去 因为时间过去 我要走了 他说 当 我还没有走去 在这边讲 当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我保守了他们 看到吗 是谁说的 耶稣跟上帝说 他说 当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我保守了他们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 你的名 保护着他们 没有个人受到灭亡 只有那个犹大 明白吗 所以 我们要去查 那个名是什么 因为那个名 那个保守 保守的意义是什么 那保守的意义很多 在那边 看到吗 放那红色在那边 然后你们一起 那红色是什么 保持不受 不受伤害和干扰 和保护你们 看到吗 那就是说 你的灵 魂体 会受到保护 你不会受到伤害 疾病 不能够来 压断你 我们可能会受到病 可能会有 可是 那个病 不能够做你的主 祂是暂时在那边 我们虽然行过 死因地有故 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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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住在那边 我们面对困难 面对什么 面对治病的时候 我们就行过不了 告诉你 行过不了 你不会住在那边 Amen Hallelujah 你不会住在那边 因为 那个 那个 款道里面 后面有个光 我们看到耶稣 Hallelujah 所以这个名 我介绍给你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个名 祂介绍上帝的名 你知道圣经写 有很多的名 El Shaddai Eleon Jehova Nisi 很多的在那边 你不必须记住这样多 全部圣经所写的旧约 里面很多很多 上帝的名在那边 可是 在信业的时候 在信业的时候 All wrapped up in one name 有一个名 不得了 那个名 就是阿爸 阿父 Amen Hallelujah 那个阿爸 阿父的名 保守了你 然后给你们看这个画面 因为我要快了 你们要跑一下 我拿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看到吗 也不 也什么 也不说什么 不中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场里 你们的天父 尚且养货他们 看到吗 你们的天父 他没有说 El Shaddai 他没有说 Jehova Nisi 你没有说 亚维 他说父 看到吗 这个是 很好的关系 这都是外般人所求的 你们所需要的 这个一切东西 你们的 他没有说 El Shaddai 他没有说 亚维 他没有说 耶和华 他说什么 天父 来回应 他说什么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 知道哪好东西 给你 何况 天父 那个名 保守了 不会受到伤害 学习 今天祷告的时候 阿爸 可以吗 学习这个名字 我要听了 你们所领受的 不是奴夫的心 乃就害怕 上帝把我们救赎 从这个 救赎出来 我们得到 儿子的名分 你们借成了为儿子 就领受到 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你们父教 什么 阿爸父 所以这个话语重要 因为你们领受的 不是奴夫的灵 忍旧害怕 你们所领受的 儿子的灵 我们父教 什么 阿爸父 那个名 圣经告诉我们 就去看这个 我要玩了 说哈利路亚 很高兴一点 我要玩了 还有一点 我已经将你的名 指示 看到吗 我已经将你 这是耶稣 在两千年前 说的话 然后他说 我 还要 指示 他们 那个还要 指示 他们 那些所领受到 这个名的人 他会使 你所爱 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那些人 领受到 这个人 这个耶稣 上帝 上帝的名的人 神的爱 会保守着他们 看到吗 你被神的爱 带着 保守的时候 你面对困难 你会如银 当车散 那些 尿尿的事 不会再乱你 那给塞 鼓塞 不会乱你 你飞起来 好像 你不是小鸡 你是老鹰的飞 哈利路亚 魔鬼要看你的小鸡 上帝要你看 我说错了什么 上帝要你看 你是 老鹰 哈利路亚 我要问你一句话 他说 他说 还要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其实 现在在MGA里面 上帝的灵 还要指示我们 给他知道 耶稣 要给我们知道 阿爸父的名 上帝的名 就是阿爸父 哈利路亚